为了鼓励台东县公民营职场落实无烟的环境 推动健康促进 台湾县卫生局特地在目前2023世界无烟日活动中 公开表扬111年通过卫福部 国民健康署健康职场认证标章的19个单位 而台湾县府也鼓励职场推动健康促进 要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 为了鼓励台东县公民营职场落实无烟环境 推动健康促进 台湾县卫生局特别在日前的2023世界无烟日活动中 公开表扬111年通过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健康职场认证标章的19个单位 卫生局也肯定获奖了19家职场 不仅注重员工各项健康促进指标 包含身体活动、健康饮食、戒烟戒兵、癌症筛检 以及心理健康等 也透过定期举办健康检查、健康讲座、员工团建等活动 应照友善职场 卫生局也指出鼓励台东县公民营事业单位 可以进入健康职场认证的自我平和计分表机制 检视工作环境以及员工身体健康现况 也欢迎由医院加入健康职场认证行列的机关团体公司行号 可以到健康职场资讯网查询如何申请认证 台东县府鼓励职场推动健康促进 并将健康城市融入实证计划 积极从健康、社会、环境、经济等多面向 共同推动健康促进 应照友善的工作环境 这番最综合报道